立法院今天進行朝野協商 就要決定國會開會一日 但是沒想到發生一段插曲 民進黨團要提臨時動議 討論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 遭到院長韓國瑜堅持散會 引發了立委不滿 被沒收了這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臺灣的立法院怎麼 話都還沒說完 直播訊號直接被切掉 民進黨立委吳思堯 面對空蕩蕩的會議間 在黨團協商語帶哽咽 想增開臨時動議 討論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 但院長韓國瑜早就堅持宣布散會 各黨團我們明天準備開談話會 那我們現在就散會 院長等一下協商結論 先讓我講完臨時動議好不好 真的很氣啊 哪一個主席可以 沒收臨時動議的提出 哪怕這個臨時動議的內容 你再不喜歡 院長你有沒有看那個 不是有說臨時動議被您出貨獲收 好 謝謝 不願意多談新會期展開的第一場 朝野協商 本來是要討論立法院的開議日期 民眾黨團再提出二十三號要加開 電價專案報告 民進黨團也要求將二十七號的 預算值詢列入 最後各黨團沒有共識 韓國瑜宣布協商失敗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統相關部會首長 針對賴清德政府能源政策配比及電價政策 先進行專案報告 民眾黨新會期瞄準民生法案 試圖挽回上個會期過多衝突法案重挫的民調 最新的各黨立委滿意度民調也正好出爐 經過了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羈押 境界的風波後 民眾黨的立委們滿意度還是有微幅提升 從百分之二十三點六變成百分之二十六點二 但還是三黨之中最低的 民進黨一百分之四十六點九持續保持第一名 國民黨則是百分之三十六點一 協商破局後下午民進黨團三長確定簽署協商結論 也確定立法院會在二十號開議 柯文哲案延燒盡立法院 讓綠百兩黨光是黨團協商 就已經提前聞到濃濃的眼硝味 記得李洛同藍進發採訪報導